欢迎继续回到节目中来 刚刚讲到我们很多的女性呢 在成功的时候 都是因为她们可能 可以把工作啦 家庭啦 把它平衡下来 balance下来 然后呢 还有就是你非常的 enjoy你的工作 那当然找到的另外一半呢 也要能够很support你 对不对 那才能 其实要 这样讲起来 也都是要有很多因素的累积 那这很多因素累积呢 可能跟一个人的 不管是她的个性有关 或者是说 她的这个运气有关 还有呢 就是她处事的态度的方法 可能都是很有关系的 像比如说 一笔来说好了 我们刚刚讲到说 在美国是有这些情况的 那像比如说 我们在台湾的话 我知道有很多的妇女也是 她们也很想在事业上 冲一番 那但是呢 可能另外一半 有时候不能配合 那这种情况好像很多耶 我对 我真的很希望可以分享我自己的例子 可惜没有 因为 分享别人的 对 我觉得我想分享的 就是一些朋友们的例子 状态是这样 就是说 因为我在媒体工作 那我觉得媒体工作 它的时间非常的不固定 对 那像录影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可能 早上一道早录影 但是我们结束录影的时候 可能已经是凌晨了 或是11点 12点了 相当晚 那么如果说 今天你的另外一半 他不是能够对你的工作 有相当的认知 认同 而且愿意支持你的话 其实你工作已经很辛苦 可是你回到家 可能你先生还跟你讲说 为什么你的工作 要这么晚下班 那是因为他可能 对你的工作性质 没有一个非常的了解 那么了解很重要 那他是不是能够认同 所以我相信 在媒体工作的女性 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是最多的 六日感觉上是 大家好像跟家庭 是一个家庭日 大家要一起出去聚一聚 或是去野餐 然后有一个亲子时间 但是就媒体而言 就像新闻一样 如果你星期六日 有一个怎么样紧急的新闻 你一定就是立刻出去 我们比医生也不嫌的闲 医生也是uncode 对 医生是uncode 对 我觉得在媒体工作 像新闻很多女性工作者 其实她也是在uncode的 一个前提状态之下 那么在即便不是新闻 她可能也是随时会遇到 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所以不是有个笑话吗 就是说 如果说今天你的老婆 是主播的话 她在播新闻 然后先生也是媒体工作者 你就要那个时候 去她家偷东西是最好的 因为你电视一打开 她在上面播新闻 保证她现在不在家 赶快就可以去做坏事 可是这是笑话 可是其实这也反映了 很多的女性 在媒体工作的时候 其实她的时间是 她可以是很有弹性 但她的时间工作 可能是比较长的 她比较不是朝九晚五的 所以相对的 在家庭的工作上面 可能就像校长讲的 要怎么样找到一个平衡点 我觉得这是现在 在媒体工作女性 其实遇到的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困难 其实找平衡点的话 要找一个好的伴更重要 为什么 就是说你的工作是从早到晚 你不可能回去煮三餐 可是你找到了这一半 她是一定要回去煮三餐的时候 那你们俩可能就没有什么结果 如果能够事先知道说 她家的情况就是这样 所以有的时候 人家所谓门当户对 不一定说是什么金钱财富 但是确实可能家庭的状况 要先了解 如果她家有要煮三餐的状况 请慎重考虑 像譬如说 我爸以前告诉我说 你千万不要嫁给导演 这些人的生活都非常不稳定 我说我生活比他们更不稳定 那就没有办法 最后还是嫁了导演了 那所以就是 其实就是自己的状况 你们俩刚好能够配合 那大家都找出晚归 就大家找出晚归 就像我们王校长 这个郭校长 郭王校长 然后你们这 刚好夫妻两个都非常爱工作 然后两个的时间呢 也都是在享受你们的工作 然后互相回来 还是有话题可以聊吗 对 但是我们平常的时候 见面的机会不大 我起来的时候他还在睡觉 我睡觉的时候他还没回来 新闻工作就是要弄很晚 那像是 但是譬如说我们在职场 刚刚讲到说 其实还是有一些 除了对自己的要求 那譬如说在美国 刚刚我忘记是哪一位提到说 其实我们的阶级观念 美国阶级观念还是很重的 那这阶级观念 所谓很重的状况 是什么样的状况 基本上就是像我是校长 底下有三个到四个副校长 那副校长我自己在当副校长的时候 我就是我的校长交代的事情 我绝对是服从跟按照那个指定的时间来完成 中间在还没决定的时候 你可以非常有弹性的建议 然后你可以提出很多你的想法 那么但是一旦到最后做决定的时候 大家就要照着这个决定来执行 绝对不能说上面的决定交代下去 你自己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 这就是不对的 那么同样的我现在是校长 我对学区的这些行政指令 学区要做的一个方式 尤其像现在经费非常的紧 他要裁减我们城市学校的经费 那在中间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谈性跟讨论 在那个大家在决定要怎么做的时候 但是一旦学区委员通过这个执行的方案 你的角色就是全力执行 执行到最好的一个程度 那这个部分你就不能在底下说 继续三风点火 说跟你的学校的老师讲说 学区多么不公平 把你的经费都拿走了什么 这些事情你就要想尽办法 能够把它盖下来 因为老师跟那个学校 的确我ABC成人学校 是加州第十二大的成人学校 我每年有两万多个学生 那么有一百多个老师 那么还有三十几个全职的人员 那么你裁减工作 就要增加大家的工作量 你裁减经费 就要把一些人员能够 临时工就能够去除掉 所以这些你就要产生很大的一个压力 当一个校长的时候 你不能把这个压力反弹上去 你就担任 你就要尽你的力量 把它执行到最好的一个程度 所以像这个的话 每一个阶层每个阶层 你的角色扮演很重要 那么你不能就是 不能跃拳 不能跃拳 也不能产生一些相抵触的一个力量 那输压怎么办 你刚刚讲到说 其实这个学区的经费的压力 我相信阿诺现在也是非常有压力 大家怎么样来输压呢 像我刚接我的工作的时候 我的学校的经费是1100万 那么现在我明年度只有600万 所以从1100万到百分之四十 所以你就可以想见 经费少了百分之四十 但是我的学校的运作 在社区上面产生的影响力 还要能够降到最低 所以这个就是要看你很多的经验 来怎么样做调度 那么这方面我觉得 挑战很大 我觉得挑战很大 但是我做得很好 然后我碰到一位这个教育经营之神 这方面我就是说 把他做的我自己觉得也相当满意 然后我们学区总监 大家也都觉得很满意 学生也很高兴 学生也要能够很满意 所以这方面的话就是说 我本身大概经验吧 因为在这方面已经做这么久了 所以问题一来 你就知道怎么解决 所以对我来讲 我都不会有任何的压力 那就是你真的是能够调试的很好 回到家我也不太需要 也没有需要说这个 拿个出气娃 或拿个垃圾桶这样倒 那时候跟我讲说要踩100多万的 我说没有问题 OK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继续回来讨论我们华裔女性 各自拥有一片天 大家休息一下 一会儿 再继续回来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先休息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